基隆東安商場二到四樓產權還在走司法程序 卻在3月7號這一天 基隆市地震事務所公告登記 移轉給基隆市政府 議員直批不合理 調出最新騰本 第二層登記為其他用途外 第三四層跟民眾最相關的餐飲店商場 休閒運動場所 已經在3月7號登記為增鑑 所有全人為基隆市 律師林志群臉書發文直說 法院還沒宣判市政府就自己宣布申訴 還加碼附送強制執行程序 點名基隆市民要注意一下 市政府今天可以這樣搞net 說不定明天自家房子也可以被申請移轉登記 謝國良僅簡單表示交由律師處理 net發出聲明 在2月5號市府早就向基隆地震事務所登記 地震事務所唯一合法程序就駁回意義 無視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 對於爭議沒有提供任何注意 公正第三方都還沒判定地震事務所搶先 司法判決前公告 東安商場2到4樓歸基隆市府所有 再開心戰場 讓爭議越燒越大 3新聞鄰居華聯保基隆報道